台南市崇明国中学生手抖的事件 在昨天我们有报导之后 我们看到这两名还在住院的女同学 手仍然是抖个不停 另外又出现了视觉上的幻影 那么今天有另外一位女同学的最新病况画面曝光了 她不但手抖 脚也抖 看起来问题没有解决还更严重 家长吓坏了 他们要问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搞的 以下是我们的追踪报导 都快半个月了 郭小妹的手脚还是不停发抖 不管是握笔写字还是吃饭都有一定困难 现在更出现幻觉幻视 郭小妹的眼睛对于蓝绿变色能力出现异常 无法精准判断颜色 自律神经失调呈现的那种 我们叫被歇斯底语的症状 家长心急如焚已经换了两间医院 还是找不出病因 之前怀疑红茶被添加毒品或是残留农药 但经过台南市卫生局送宴 红茶确定都没有问题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精神科医师怀疑学生压力太大 生活上面甚至朋友甚至感情 课业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同时存在的压力 另一名在住院的黄小妹 手脚也还在颤抖 她们都是上个月到昆山中学校外参观时 喝下红茶所出现的症状 但随着科学检验的出炉 目前还是找不到原因 现在校方和家长要加强孩子的心理辅导 希望能找出学生离奇颤抖的原因